环境究竟有多让人崩溃 这前几天我不是脖子上长了一些红疹子吗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医院看了 吃了药也不见好 最后实在没法了 我就问了一些在日本的朋友 结果别人看到照片说 我这玩意根本就不是什么过敏 而是被床撕咬的 在我的印象中 日本是一个很干净的国家 其实这样来之前 他也是抱有信心 结果就是因为我这个过敏事件 他对日本的这个卫生 就开始持华语态度了 床室在日本很常见 兄弟火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说实话我心态有点崩 看病前白花了不说 天天还隔着雨虫工整呢 于是今天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搬家 当然酒店差评我是给定了 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很小 你们懂的就弹丸之力 所以他们这边的住宿是真的很贵 啥概念呢 就说我们现在搬过来住的这个小公寓吧 面积最多20 一晚上去要500多 比香港还吓人 是我们的床 这是浴室 微波炉 然后电冰箱 Yes 水壶 下面是个烤箱吗 还有小羊排好爽 得亏是麻雀水小 武藏俱全 不然我觉得还不如做轻侣呢 得 今晚我估计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吧 期望能睡个好觉 拜托红枕子也快快好起来吧 明天见 拜拜